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谦卑 谦卑就是把自己看得好像一无是处 好像看得非常的卑贱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一位无限的神成为我们的力量 除非我们体验我们自己是一位蒙恩的罪人 否则我们在谦卑当中很难去学习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民数纪十六章一到十一节 立位的曾孙 哥侠的孙子 以斯哈的儿子可拉 和旅遍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滩亚比兰 与比勒的儿子安 并以色列会中的二百五十个首领 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 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 你们擅自专权 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摩西听见这话就浮浮在地 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 到了早晨 耶和华必指示 谁是属他的 谁是圣洁的 就叫谁亲近他 他所拣选的是谁 必叫谁亲近他 可拉 你们要这样行 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 明日在耶和华面前 把火盛在炉中 把香放在旗上 耶和华拣选谁 谁就为圣洁 你们这立位的子孙 擅自专权了 摩西又对可拉说 立位的子孙啊 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神 从以色列会中 将你们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办耶和华账目的事 并站在会众面前 替他们当差 耶和华又使你 和你一切弟兄 立位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 这岂为小事 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质任吗 你和你一党的人 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 亚伦算什么 你们竟向他发怨言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是在民宿记的十六章 一到十一节 这段经文 就是百姓 对摩西的一个 权柄上的挑战 这段经文仿佛 会让人时空措施 因为在民宿记第十二章 在当时 米利安和亚伦 也曾经用一个理由 来攻击摩西 就是当时摩西取了 古时女子为妻的 这样子的一个理由 我们看见这些人 浩浩荡荡的 好像要来模反 甚至来背叛摩西 他们要取得那个绝对的 这种所谓的领导的权柄 我们看一下这些人 大有来头 在第一节里头讲到了 首先是立位之派的可拉 这个可拉其实 论辈分跟摩西亚伦 是堂兄弟 也就是说他跟摩西亚伦 是同平辈的 这个可拉 它是属于歌侠族 这个歌侠族 按照民宿记第四章里面 告诉我们 他们所负责的器具 整个会幕在迁徙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负责圣物 不得了 这些是在会幕里面的圣物 他们需要用一些的海口皮 等等这些布料来覆盖 这些人工作是非常重责大任的 这些人 他们扛着约柜 这些人扛着金灯台 他们扛着橙色饼桌 他们扛着这些 这个铜坛等等这些器具 神非常使用歌侠族 然而我们看见 这个以可拉为首的 他的这个 在百姓当中 恐怕有一些德高望重 因此他就提出来 要来模反 另外有一群人 这一群人 是吕辩的子孙 包括大坦 包括雅比兰 还有包括安 不过这个安后来很奇特的是 他在整个模反的过程里面 这个安就没有了 他就不在了 那恐怕是他后来回转了 他后来悔改了 也说不一定 那总之这些人流变 我们知道 旅变或者流变 他基本上就是 十二支派里面的长子的支派 这两兆人马 他们提出来一个事实 就是要来模反 那么模反不单如此 他们还带了一群人 这一群人也是德高望重的人 在第二节 并以色列会中的 两百五十个首领 这是名望选入会中的人 这一群人绝对不是 这个范范小辈 这一群人 可能是十二支派的首领 可能是十二支派的领袖 这一群人 具有一些的百姓的名望 这两兆的人马 分别是针对摩西 这个摩西的军事权柄 来做挑战 这一派就是流变之派 或旅变之派 另外一派的人 就是要针对亚伦 来针对宗教领袖的 大基斯的权柄做挑战 这两者的挑战 造成了整个以色列 一个很大纷争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当这两派人马 来到摩西亚伦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四节 摩西摩西听见这话 就俯伏在地 他是何等的谦卑 何等的谦卑 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学习一个谦卑的人 当有许多攻击领导的时候 尽管有很多 我们会觉得意想不到 甚至我们至亲的朋友 至亲的同工 至好的这个同事 好像不断在那个地方 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全身而退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默然不语 来到神的面前 可拉一挡 来到摩西亚伦的面前 攻击他们 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在第三节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 你们善自专权 你们善自专权 这是他们一个攻击的理由 接着他们说了 一个是事实 一个是不是事实 首先他讲到的是事实 全会众 各个祭祀圣洁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这是事实 可是非事实的是 他们接着说 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 耶和华的会众呢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攻击是 似是而非 在攻击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言语是事实 可是事实里面 又带着一些 非事实的言语 这是让人觉得 非常不喜欢的事情 有很多时候 我们也需要做 这样的判断 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非事实 然而我们看见 摩西在当时 对他们来做一个 回应的时候 我们来看见 他这么说 他这么说 他开始做了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分别处理 他有两党 两个派别 一个是立位人 一个是旅变之派 所以他这时候 做一个分别的处理 首先他先处理了谁呢 立位 立位人是 好像是自己人 所以他先处理自己人 大概就比较容易 然而对摩西而言 他们指控说 他们指控摩西说 善自专权 但是我们看见 第七节 第七节 他说最后一段 他说你们这立位的子孙 善自专权了 摩西用他们的话 来堵住他们的话 他们说 你们说我善自专权 而已事实上是 你们想善自专权 摩西提醒他们 两件事情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第九节 他说以色列的神 从以色列会中 将你们分别出来 摩西提醒他们 你们原来是分别出来的 你们原来是不同于 这十二个支派的 你们原来是被上帝所使用的 这第一个提醒 第二个提醒 我们看第十节 耶和华又使你们 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 立位的子孙 同他亲近 这岂为小事 第二个提醒是 神尊荣你 神让你成为他的partner 一个伙伴 一个侍奉者 这不得了啊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需要来到神面前 做这两件事情 很多时候 也许我们对教会 我们对我们的事工 我们对我们的小组很不满意 好不好 你学习 从摩西的眼光 来做这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 与我们原来是分别出来的 我们原来都应当是被灭亡的 但是上帝竟然分别我们 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这不是神的恩典吗 第二个提醒是 我们看见神尊荣的我们 神尊荣的我们 这是我们的身份 这是我们的职责 这不是小事 神用众教为你我赎回 这不是小事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到 好像有一些 我们不太满意的时候 在教会当中 在小组的里头 好不好 举取圣洁的手 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 为我们的小组祷告 好吗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求你将你的话 常常放在我们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了你 也求上帝 你用你的话 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 因为你的话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让我们走在 主的心意道路当中 主让我们合你心意的器皿 谢谢神 因为你在万人中分别我们 因为你尊荣了我们 我们为这两件事 献上感恩 求神祝福 祷告奉耶稣 基督的名 Amen Am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